可爱教主杨承林虽然已经34岁 不过在她的脸上似乎仍然看不到岁月的痕迹 而多年来她经常被指跟其他的艺人撞脸 包括天王嫂昆琳、阿娇以及Angela Baby等等 江珍、杨承林的真人跟以上几位分别可大了呢 要怪就怪现在的化妆以及P图的效果太雷同了 杨承林最新在微博开直播跟粉丝足足聊了45分钟 期间除了公开自家的豪宅跟爱犬Yumi之外 还大方的应粉丝要求不断的点唱 基本上整个直播大部分时间杨承林都在唱歌 简直变成了一个小型演唱会 而杨承林还大玩直播效果 把自己的容貌甚至都恶搞成大叔 效果可好玩了呢 是因为我存在 我们认真感慨 是因为青春除了谁 改变我的姿态 我爱 我爱着你盛开 就算你拎走来 一路上 我们多了些奶奶 我爱 过往值得了 现在 我爱 不管好与怀 我爱 过去变成了 未来 直播完第二天早上 杨承林发现有网民 po了一张自己壮脸偶像练习生优胜者 9%成员黄明浩 Justin的照片 当中两人无论在表情跟颜值都非常相似 还记得之前Justin在偶像练习生的节目中讲过 如果自己有妹妹 长相肯定很像杨承林 现在大家应该信了吧 而杨承林也很快的转贴该图片 并且留言 原来我们这样的长相 可男可女可帅可美 可素性真强 嗨 真不知道杨承林是自夸还是自嘲呢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